大家好,我是超子 白桌虾要想好吃 离不开一款好吃的料汁 不仅能提鲜,还可以使虾肉别具风味 那么白桌虾的蘸汁怎么调才会更好吃呢? 今天大厨给大家分享八款白桌子蘸料 每一款都别具风味 相信总有一款属于你 首先准备第一种 碗中放入四小勺海鲜酱油 或者是味极鲜酱油 一小勺香醋,少许筋膜高 用筷子搅拌均匀,白桌虾蘸料集成 这款蘸料的特点是咸鲜微酸,带结辣味 喜欢吃芥末的,一定要尝试一下 第二种蘸料 碗中放入一小勺青红辣椒圈 一勺蒜末 四小勺海鲜酱油或者味极鲜酱油 一小勺辣鲜露,一丢丢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白桌虾蘸料集成 这款蘸料,咸鲜香辣,带符合香味 不能吃辣的同学,可以稍微锻炼一下 第三款蘸料 碗中放入一勺姜末,一勺蒜末,一勺葱花 四小勺蒸鱼豉油,一小勺香醋 少许橄榄油或者芝麻香油 再来半小勺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白桌虾蘸料集成 这款蘸料适合大众口味,吃过的都说好 第四种 碗中放入姜丝或者姜末 五小勺香醋或者米醋 稍微浸泡一会儿,白桌虾集成 这款蘸料有着特别的口感和味道 有些朋友吃白桌虾,不喜欢带盐味的 可以选择这种可以吃出虾的鲜甜 第五种 碗中放入小葱花 四小勺生抽酱油 半小勺白糖 少许芥末糕 用筷子搅拌均匀,白桌虾蘸料集成 这款料汁没有放醋 口感咸鲜辛辣 在姜丝户地区比较受欢迎 第六种 碗中依次放入小葱花 青红辣椒圈 蒜末姜末 注意放小料的顺序 因为它们的耐热程度不一样 然后浇上热的花椒油 刺出小料的香味 再放入五小勺生抽酱油 半小勺白糖 一丢丢毛毛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摆住至蘸料集成 这款蘸料汁 显现香辣 在酒店非常受欢迎 第七种 锅中放少许花生油 油微热以后 放入十粒花椒粒 一小把干辣椒断 开最小火 边炒一分钟 把辣椒 花椒的香味炒出来 在炸辣椒时 油温不要太高 火不要太大 否则非常容易把辣椒炒糊炒苦 开最小火 或者利用锅的余温把它炒香 随后放入八十八粒白芝麻 利用锅的余温 把芝麻炒出香味 再放入半小勺毛毛盐 入底味 简单翻炒拌了两下 随后盛出 放入碗中 炒好以后 即使麻辣香油 随后往碗中 放入四勺海鲜酱油 一勺辣鲜露 一丢丢小松花 半小勺白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白酌虾蘸料集成 这一款麻辣蘸料 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往往是下面吃完辣椒就吃完了 喜欢吃麻辣的朋友 一定要尝试一下 第八种 取一个空碗 碗中放入空气 此时无声 生有声 有些朋友吃白酌虾 不喜欢蘸料汁 吃的就是虾的原味 鲜甜 喜欢第八种的 可以在评论区扣个一 我看看有多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有用 麻烦大家 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点个赞 点个转发 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 在麻在内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讲 拜拜